嗨,大家好,我是阿忠,关注阿忠,做饭轻松 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了一条草鱼,我们这边叫混的 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草鱼,为大家分享一款酸菜鱼的制作方法 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工 好,首先看一下我们准备的配料 草鱼一条,豆芽,我们准备的黄豆芽,鱼酸菜,盖儿装的 姜片适量,野生椒少许,葱炖,白芝片少许,花椒 另外我们再准备白芝麻和辣椒面 如果喜欢吃辣的话,多放一点 备好之后,我们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鱼片一下,先从鱼头部给它切一道 然后把鱼肉给它片下来 先把鱼片切下来 And cut the� 包就切下来 剁下来之后,把鱼骨剁成块 鱼头剁开,剁成小块 剁好之后,装盆备用 把鱼片剁一下,把鱼刺剁下来 剁下来,我们开始片鱼片 我们片的时候,我尽量片,稍微大一点 片好之后,我们把它放入水中,进行冲泡五分钟 我们在冲泡鱼片的时候,一定要用火水,给它冲泡五分钟左右 逆中这个时间,我们把鱼酸菜切一下 你都给它片成大片,这样在炒制的时候更容易出味 厚的地方我们片薄一点 好,炒好之后,我们把它放入碗中备用 我们再剁少许的蒜蓉 好,剁好蒜蓉之后,我们放入盘中备用 好,各位老铁看一下,这是我们冲洗过的鱼片 非常的白,非常的干净 好,然后我们把水分给它攒出来 一定要叫水给它攒干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无水的盆中备用 好,攒干水分之后,我们准备开始浆鱼片 大家看一下,我们攒的鱼片是不是特别的干 好,现在我们开始浆鱼片 加入适量的盐,5克左右 然后我们给它抓拌均匀 在抓制的时候,我们可以淋入少许的啤酒 淋啤酒的目的是为了使鱼片更加的鲜嫩不腥 好,我们给它抓拌上劲 如果无法判断上劲,我们可以用手 用手来感觉,如果我们抓拌的时候 手里面感觉黏黏的,这样就差不多了 好,大家看一下,肉片有亮度 手上面有点黏黏的,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加入一个蛋清 再加入适量的淀粉 好,我们给它抓拌均匀 好,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好,我们把它放入冰箱,冷藏5分钟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上火 加入少许的清水 然后加入10克的盐 我们先把豆芽给它焯一下水 好,焯熟之后,我们捞出 倒入盆中,垫底 好,等会我们进锅上火 加入姜片 解山椒 还有我们细化的酸菜 一起放入锅中 现在小火慢煸,煸出香味 一定要给它煸透 如果酸菜的味道煸不出来 它的味道就不够酸爽 好,各位老姐看一下,我们的酸菜已经煸出香味了 微微发干,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倒出配肉 锅中加入少许的油 我们下入白纸片 葱段 还有鱼骨 煸一下 我们煸一下鱼骨做的目的 然后加入少许的汤 用压度浓厚 轻轻地翻炒几下 然后我们把酸菜倒进去 燒热之后,我们加入开水 好,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鸡汁5克 盐5克 鸡精3克 味精2克 小火炖个5分钟 把酸菜的味道炖出来 关火 把里面的小料捞出来 放入盘中垫底 最后我们把汤浇到里面 如果汤不够酸的话 我们可以浇点白醋 这样就可以了 另几锅下入湿量的开水 如果想麻烦的话 我们可以用圆汤煮鱼片 好 水开我们下入鱼片 鱼片我们分批下 一次锅里面煮不了太多 轻轻地推动一下 烧开之后我们捞出 倒入盘中 然后我们把蒜蓉撒在上面 花椒撒在上面 辣椒面和白芝麻 撒在上面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我们烧好的热油浇在上面 好 我们这一份三菜鱼制作完成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具全 好 上面我们再撒一段香菜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我来替大家尝一下 非常的口腾滑嫩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你学费了吗 学费了赶紧给家里人试试吧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帮忙点赞 转发 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视频会为你分享更加精彩的内容